若望末世录 第十章 以后我看见了另一位强有力的天使 由天降下 身披云彩 头上有红 容貌像太阳 两腿像火柱 手中拿着一卷展开的小书 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他大声呼喊 犹如狮子怒吼 正当他呼喊时 就有七个雷霆发出说话的声音 那七个雷霆说话以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应把那七个雷霆所说的话密封起来 不要写出来 我看见的那位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了右手 指着那创造天及天上的一切 地及地上的一切 海及海中的一切的 万世万代的永生者 启示说 我听见那从天上来的声音 又对我说道 你去 从那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手中 取过那卷展开的小书来 我便往那位天使跟前去 请他给我那卷小书 他就对我说 你拿去吞下它吧 它必使你肚子巴脱 但在你的嘴里却甘甜如蜜 我就从天使手中 接过那卷小书来 吞下它 果然它在我嘴里甘甜如蜜 但我一吃下去 我的肚子就苦起来了 随后有声音对我说 关于诸民族 诸邦国 诸义语人民和诸君王 你应再讲预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您的 Rivera